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回來這個星期的《屍體泰國繽紛一週》 這個星期泰國很多大事發生 最大的香港也有報道 是什麼呢?我沒什麼留意 沒什麼其他地方的新聞可以任我注意力 其實我們身邊現在每天都有大事發生 所以就要靠你告訴我泰國發生什麼事 所以其實我也挺辛苦的 我是兩邊的新聞要不停看 香港的交給我 泰國的就交給我 當然 泰國那邊呢 當然在講一些重大新聞之前 我想講一些大家未必留意過 或者未必有機會看到的事情 關於什麼人呢? 關於皇室的事情 其實大家去泰國旅行這麼多次 我相信你都很難有機會看到有皇室成員出巡 或者在街上走 但是如果出席一些活動或者公眾場合 如果看到皇室的話 你有沒有想像到泰國人民會有什麼需要做呢? 我想 我回看以前的歷史 可能看到一些皇帝 那些大國 又要貴 或者大家都要非常誠心地 可能是類似的 是不是叫參拜那些 行大禮 在泰國來說 始終皇室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 大家記住 千萬不要在泰國意圖做一些事情 例如影響到皇室的聲譽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剛剛泰國其中一位公主 出席了一個活動 我覺得這段影片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出第一條影片 第一條影片 可以縮小 可以縮小 貴那個是還是什麼? 好,回來吧 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 其實剛才站在那裡的就是其中一位公主 哦,有一個櫃在那裡 不會吧 但是如果剛才大家可以留意到 就是一些平民 看到公主 只是趴在地上 行大禮 這個在泰國來說 其實不是什麼特別的事 是一些很普通的事 更何況你看到皇室 也是一些公眾活動的時候 他們這樣做 其實就 你不需要大驚小怪 反而應該要這樣做 所以大家如果 你說如果假設 可能去到泰國旅行的時候 我又不知道怎樣做 你看到旁邊的人怎樣做 你就跟著做 最重要是不要緊張 那如果看到有個人 走過去刮他一巴掌 那怎麼辦 應該不會的 他應該賣不到身 OK,好 那我放心一點 這個就是我近期 是難得看到的影片 可以分享一下給大家 如果看到泰國的皇室成員 行過或者公眾活動 大家要留意 好了,另外說一下 一些新聞 泰國來講 泰國也是報香港的事情 泰國已經追得很貼 當然 泰國來講 近來也有一件 非常之重大的事情發生 我們從2A那一章 來講 當然 就是這宗 就是這個爆炸案 爆炸案 其實因為在較早之前 泰國就有這個 東盟的會議 也有很多各國的首長 或者元首 會去到曼谷那裡 會開會聊天 現在坊間就猜測 不知道會不會關這個會議的事 也最少在那天 有6個連環爆炸案發生了 地點包括什麼呢 包括拉馬九世公園 中央政府聯合辦公大樓 以及蒼洞市BTS站附近 在那裡爆炸 其實也聽過爆炸 會不會爆炸 其實也不是很誇張的 是小型爆炸來的 是白色恐怖來的 其實也有一點點的 你知道 有些人很喜歡做這些 白色恐怖 是自己搞出來的 是的 不過這次來講 雖然是小型爆炸 但是也有一些受傷 有幾個人是因為這次的小型爆炸而受傷 是不是也是泰國的警察呢 就是受傷的人士 有 因為本身在整件事來說 也有疑似的炸彈 想引爆的時候 就不小心弄到自己 那些人就在猜測 究竟是因為什麼原因 其實泰國政府也是在查 但是總理巴玉已經出來說了 也有很多官員都出來說 就說大家就無需要擔心的 在爆炸當日之後 也都很快脆 有些官員出來就鎮定大家 先穩定民粹 說沒事的 放心 這次鄭則士的樣子 有點像 揉著去 是的 有點像 人們都問 是不是真的一些恐怖襲擊 白色恐怖 泰國政府那邊的官員 也重申了一件事 並非說是恐怖襲擊 但是他們也全力會調查 會全方位去找一些 譬如霸佬電視 或者看看有沒有可疑人物 他們也不會掉以輕心的 是真的會把這件事 水落石出來的 我放過陰謀論 傳說有三個數字的人就放假 在一些很敏感的時候 會不會他就是過泰國 然後有人就想炸那個數字的人 有什麼可能性 我想是這個 那不要搞泰國 然後把他弄在家裡 這樣不行 我們是不做的 是嗎 就是這樣說 不過如果有些 真的 你們口中所謂的那些 極端恐怖分子 做這些事情 香港曾經出現過 1967年那些 是的 那些暴徒 我們不知道他們說什麼 他們現在經常在香港開街站 我們都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放炸彈 不過怎樣也好 泰國那邊 我都不需要太擔心 應該都是 整天說過 泰國警察安心 是的 個別事件來的 是的 大家不需要太害怕 我身邊也有些朋友都說 不用怕了 泰國安全 對 比香港安全 當然 好了 又說完這件之後 再說下一件 就是 炸彈呢 當年1967年那時候 經常都會有些人 放一些東西在那裡 然後說 生人物禁 那些什麼東西 嚇人家 那在那時候 經常有些人會覺得 哎呀真是的 地坑那塊東西在那裡 我可不可以刺一下它 但是 有時候 又不是真的這麼多陰謀論 可能有些人真的 譬如漏了東西 忘記了拿 剛剛泰國有一件事 真的挺有趣的 我覺得 失脈 對 話說在前幾天 在清邁機場那裡 有人就 他應該是一些 做一些金的那些 倫敦金? 不是 賣金 賣金那些 賣首飾那些 他們就是打算入貨 然後再回到自己公司 做一些加工 那些東西 大家就稱之為兩代金 這樣 就這樣走出街 對 這麼扁 那人是太安全的 都會害怕的 大佬 那 起碼這件事 不會有些人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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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然後 留下了自己的 留下了自己的 那裏就放在 那個 運輸帶 那裏 那裏 然後 過關那些 那些人看見 咦? 什麼來的? 有猶豫嗎? 之後 另一方面那個人 上到機場才發現 糟了 我拿錯東西 糟糕了 沒有代金 沒有代金 怎麼辦呢 就馬上跟那裏說 我留下了代金 怎樣 可以幫我找回 怎麼知道 他們說 原來留在X光機旁邊 然後 當然也要問一下 是不是你的代金 原來他們的關員一開的時候 嘩 塵眼 搞不定 那當然 之後 他就 大約怎麼算過呢 那個金色大約有1000萬匹的黃金 1000萬匹 200多 那200多萬金應該也不太誇張 應該 不知道 我也沒有這個概念 然後之後因為那些金上面 那些金器的收式 有logo的 有那個QR code 有些殘文 所以一查到就是那間公司 也很快就把這些金 就是不歸原主 我反而覺得 是他拿錯了那個袋 不是金那袋 那個人比較可憐 那倒是 其實那個人比較可憐 沒有報道 到底那個人能不能拿回那袋 你上了飛機他才知道 其實那個人如果跟他搬機不同 他整袋東西已經沒有了 是的 這個又真的 其實那個人比較可憐 不知道那個人能不能拿回他本身那袋東西 那他們就很幸運 他很幸運 說起幸運 另外有一群人 就真的不幸運 什麼事呢 不幸運 什麼事呢 就是這一群人 這群人是虎主 黃衣 黃衣 黃衣是因為差了一點來講 因為 近來在黃室就有些 喜慶事 你們穿黃色衣 其實這段時間也有很多喜慶事 所以有很多人 整天都穿黃色衣出街 好 那這一群人 那這一群人 這張圖 那這群人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想不到在泰國也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就是說有一些從事銀行的人 他們就掛著銀行的牌頭 就將它偷騙拐騙 那怎樣呢? 他們就有個人就說 喂,小花,我知道有些基金正在賺的 是嗎?這麼划算啊? 是啊,喂,欠你一份,一起吧 這個不是瑞士山區費? 沒錯,然後他們就說 你看,有銀行的文件,這個就是銀行的工作 你這麼老,難道我會騙你嗎? 就叫我的朋友一起來 最後找了很多朋友一起來 就是這一班 這一班是其中的冰山一國 為什麼這個冰山一國呢? 就是說原來有一個下答後 然後逐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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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答後 差不多買了四千萬匹的基金 哇,一千萬 當然那個人也是演戲的全套 拿了一些文件出來 有些什麼的 好了,一直都是蒙在鼓裡 直到去年年底的時候 有些人就說 我現在想做一些小生意 我想在基金裡拿一些錢出來 那總之 當然是說,這一樣不行 那樣不可以 然後拖到差不多大半年了 然後發現,不對了 整間東西不見了 就是發現 誰知道開始有A、B、C、D 都說想拿錢 拿不到出來 然後大家就圍在一起 開始懷疑了 懷疑了 然後就覺得 原來真的好像被人困了 就開始去報警 然後警察就開始去調查這件事 就發現原來那些文件是假的 而且那群苦雀 曾經去過銀行的總行去問 我們有文件的 我們有你們銀行的東西 這銀行是印來的 然後總行那邊說 這些文件不是出於我們銀行的 那個印都不是我們銀行的 你應該是被人困了 被人困了很頭切 被人困了很緊要 接著就報警了 報警之後 才再看看原來有最少四千萬匹 但是在說受害人 是不止這七八個的 還有很多 泰國警方也沒有呼籲 如果有些投資者很類似這個情況的話 就快點來警署報案了 投資倫敦金 記住要小心 沒錯 好了 這群就不幸運了 但是當然也有些很幸運的人 下下一張吧 這一張圖就說的是什麼呢 其實每個月 大媽選舉 不是大媽選舉 每個月在泰國 先保持這張照片 每個月在泰國 都有兩次的彩票 會開的 開的方法 現在就是 他不像香港六合彩一樣 經常用著那張圖 他在那張圖上搞出來 這個人就是搞出來的 他開每個獎都用一個不同的方法 這張圖就是 他們這裡見到六個人 前面就是有個轉轉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 二十個號碼 轉轉 順著 令到什麼號碼 那個號碼 就是中獎的 而那些人也會 每另一次 就會轉一次位 以求公正 為何會有這張照片 和這兩張照片 都是掃著354809 話說就是 泰國開了賽票 這麼多次來講 從未試過 疊號碼 對 而這次是第一次疊號碼 而且有點大 354809 這個號碼 得的獎是二萬匹的 好了 搞完豬之後 再對一對法國 開了兩次之後 然後馬上就商量 要怎樣處理 最後 就決定了 這個號碼 即那張彩票 這個號碼 是當你中兩次獎 所以如果你持住這個號碼 你可以總共獲得四萬匹 在香港有不同的 之前你有沒有聽過 一單買電腦票 出了兩條一模一樣 六個字號碼 有沒有印象 肯定是有這樣的事情 那如果那個人中了 其實他中了 他也是中了頭獎 但就等於兩票中 都是他自己 都是說舊 不會多了 現在是多了 多了 所以這次來講 很多人都馬上 幸好的 那月頭那天 就立即談 全城都會討論 究竟應該是二萬匹 還是四萬匹 現在開了一個先例 總之有疊 如果是開兩次的 就將獎金成儀 我覺得是正確的 因為他不是一個採詞 他不是一個公司 他本身有一個優勢 是多少 沒錯 當然 也講一下下一張圖 下一張圖 就看到了 8月1號 不要緊 最重要看到 紅色那些數字 紅色那些數字 就是剛剛在8月1號 這一期的彩票 頭獎 387006 如果彩票是這個號碼 就可以獲得600萬匹 我想說 買彩票 例如我去旅行買 行不行嗎 買是無所謂的 但如果你要獲 你要有泰國身分證 才可以獲獎金 如果我中了 我給你幫我拿 你找我數的機率有多高 看看你對我好不好 那也好一點 我以為你一定會找 你不用擔心 我一定會找你數 當然 我怎麼找你數 因為我每個星期見到你 你回了泰國 我怎麼找你 不過應該也不夠過小的 600萬匹 其實違反港幣 也不夠買層樓 那邊夠 那邊一定夠 那邊也不夠過小 但是夠你疏乾一排 我可以買三個公園 都可以 就是 你洗完之後回香港 你都沒有泰國 都沒有用 不知道 我想說什麼 就是剛剛 387006這一組號碼 就是剛剛8月1日 這一期的彩票開的頭獎 下一張圖 Bella 天生一隊女主角 剛剛開完彩票第二天 就展示了一張 她自己買的彩票 她買了一個號碼是 37000 差一點 差一個字 我以為你說出下張圖 就是 史提中了 我也想 沒有 Bella就說 哎呀 真的很擔心 還差一個字 不然 有600萬匹 鼓吹賭博 不要這麼說 那些幸運成運的事情 就當作做事事 是女兒就幫她說話 當然啦 不過她也說 如果我中了我第一時間 當然是帶媽媽去旅行 很孝順的 泰國人 中了你就沒有這張照片 當然 以她現在知名度的名氣 600萬匹 對她來說是十十歲 那是 對的 Bella她也說 如果下次中了 一定會繼續請媽媽去旅行 以表孝心 當然 她自己說請媽媽去旅行 但她自己也會去旅行 慢慢下降 你又跟蹤她 上幾個星期前 Bella就來了香港 秘密來香港玩了幾天 有沒有接機 她秘密來香港 我都不知道 我才知道 慢慢下降到她 也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打卡拍照 放了上IG 穿白色衣服 戴黑色褲 對 其實那幾天真的很害怕 慢慢下降到6G那張圖 也去到彩虹村 必去打卡點 其實我真的沒有去過 我也不知道 但她去這個時間 竟然沒有什麼人 因為經常都有人拍照 對 沒錯 慢慢下降到 銅鑼灣也有去 我是看你鋪過還是什麼 有 剛剛那張有印象 有 也去了則如沖 泰國人很懂得去找香港打卡地 剛剛前幾天 也在香港之旅 把拍照片剪輯 放上Youtube 給大家看 她應該要參與一下遊行 特地在香港找地方吃桌 找地方吃點心 當然有些地方去到之後 原來沒有開 你留在她的IG留言 我叫史提 下次你來找我 我就帶你吃好粥 對 下次吧 有免費街應該可以的 不過我發覺泰國人來香港玩了 真的比我還熟 他們去那些地方吃東西 吃的店舖 我還沒去過 你悶而已 就是這樣 真的很慘 好 再說一下 剛剛在泰國也有一個大事發生 什麼大事 是7A的圖 剛剛泰國的Miss Thailand World 即泰國的世界小姐 原本結束了 這個冠軍人馬也誕生了 這位今屆的冠軍 就叫Grace 軟體不是很像泰國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怎麼分 Grace 這次她拿了這個 2019年的泰國世界小姐 她有什麼獎品呢 厲害了 先說一下她 她只不過是一個大學四年級的學生 但是她這次已經可以 先保持這張照片 她的獎品有100萬匹 還有後官 另外還有一輛車 獨 不是 還有一輛車 她和泰國的 世界小姐 因為這次的世界小姐 泰國這個 如果贏了的話 就會代表泰國 就會再出戰 真的是這個世界小姐 所有的世界小姐 都必須要推廣一項慈善的活動 而她選擇了 就是這個 開始了叫做 讓我聽你的自然計劃 其實是一個類似心理的輔導 譬如如果有些人有抑鬱症 他就會幫助他們 推廣這個公益事務 你想說推廣一下 以後會不會聽別人說話 我就是想這樣說 有些人很需要心理諮詢 希望她可以做到這件事 另外來講 泰國小姐 這次她就代表泰國 就會出戰年尾 在12月14日 在倫敦舉行的世界小姐 而明年2020年 世界小姐的總決賽 也會回泰國舉行 大家就聖目以待 我有問題 這個是行大禮還是感謝 泰國來說 很多事情 譬如 之前說過 如果你有什麼成就 尤其是大學畢業 或者結婚 那些大事 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他們 會對自己的父母行大禮 這次來說也是 她是父母來的 這次是 她是特意在之後那天 帶著她的後官 還有那個 世界小姐的那條帶 就開了個 記招 父母就坐在那裡 之後她就跟父母行大禮 多謝父母養育之恩 還有令到她可以 拿到這個成就 那 泰國來說 這些事情也是很普通的事情 不需要說 會不會太誇張了一點 反而你 尤其是 對父母沒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這是什麼地方 尤其是在泰國的父親節 或者母親節 都會有這些情況 感謝是OK的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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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經常見到母親節的時候 學校 就會選擇一天 叫媽媽來 然後 學生 就去自己的媽媽那裡 走大禮 怎樣走大禮 就是手 放在媽媽的腳那裡 整個趴下去 整個趴下去 你試一次 你不是我媽 這個就是會這樣做的 如果大家看到泰國有這樣的情況 如果是有這樣的情況 就可以給點掌聲 好了 再下下一張 下一張就看到了 兩位很年輕 我覺得她的父母 那她也是24歲 你說是24歲嗎 不是 多少歲 24歲嗎 大學四年級 大學四年級 21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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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她一年尾就代表 泰國去英國那裡 去參選 她的父母真的很年輕 很年輕 媽媽也很像媽媽 爸爸很像Payboy 好了 下下一張就看到了 你這一張就是 2015年其中一個選美 也是 她取得了一個冠軍 這張照片在當年 也是很空洞的 因為大家可能覺得 貧窮之家 大家可能覺得 好像剛才那樣 只是在一個酒店 一個購入裡面 有一個記招 但是呢 當年呢 在2015年的時候 這一位的 冠軍級人馬 就跟大家說 我是出生在一個 貧窮的家庭 她說是貧窮家庭 是我媽媽靠倒垃圾 來養大我的 我覺得我是 我不覺得 這是一件羞恥的事 所以就帶著記者去 你說得好像想哭 對 真的很感人 帶著記者去 然後呢 在街上 那裡 在垃圾桶旁 向自己媽媽 走大禮 去答謝媽媽的養育之恩 亦都告訴大家 我們就算出生在基層 但是千萬不要放棄自己 我們只要肯努力 都可以很有成就 這個其實 帶了很多正靈量給泰國 當然在香港來說也是 大家不要覺得 我們住劏房 世界沒有希望 不是的 香港沒有這些 無線不是撿了嗎 我以為無線撿了 不知道 不知道 我也沒有看 我很久沒有看 我以為無線撿了 有時候 你肯爭取 就一定可以的 你未爭取 就當輸 就判自己輸 那你當然不用玩了 對 堅持很重要 堅持 有些事情 不做 就一定不行 但做了的話 有機會可以的 香港人加油 香港人加油 拍過節目 你這樣突然間 好像佐敦會收尾 我搞不定 不好意思 香港人加油 因為我們這些泰國人 都要跟香港人打氣 對 其實很多泰國人 都很留意香港 對 Bella都來香港玩 那去玩和留意香港那兩件事 有沒有幫人戴帽子 死小子 好了 今集這麼多 下一節又帶大家去吃東西 好嗎 我們怎麼拍到 那張欣賞 一起拍照 那張欣賞